位在七獨主寺玄天上帝的北極宮 舉行普渡儀式 並且決定把上千斤普渡拜拜用的白米 以及兩百人份左右的各項民生物資 全數捐給七獨區的弱勢加護幫助民眾 到現場和民眾一起參加普渡的 基東市議員張耿輝和楊秀玉也都非常肯定 並且感謝廟方和信徒們的善心 耿輝在這邊特別要感謝也肯定 我們北極宮在歷念的主委及現任的公主帶領下 我相信他們從事的公益活動也蠻多的 而且北極宮一直向來都很低調 他們在慈善功德會也成立了一陣子 那這一次能夠利用我們中原普渡 集合我們這個善心人士跟企業團體 還有這個師兄師姐的那個普渡的物資 能夠把它發揮到零零盡致 分送給我們社區的各裡的一些低收入 甚至於孤兒宴等等 所以趕快在這邊也呼籲我們更多的善心人士 就是共同能夠來相能夠共同的響應 尤其利用這些物資來幫助更多的人 也非常謝謝我們的這個李主委 他真的是他的善心一舉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可以說是 我們大街小巷很多的鄉親都知道 他平常都有在為鄉親在服務 包括很多的一些個案都有在幫忙 那他們的這個慈善功德會 今天就是他們今天因為中原普渡拜拜 那有一些普渡的一些貢品 那會提供給這些就是需要的一些鄉親 來協助他們 那謝謝我們的李主委你的發心 我代表我們七獨的鄉親 還有我們金融市的市民來感謝你 北極公公主進一步表示 只要七獨區李辦公室有跟廟方接洽確認 需要普渡公平幫助弱勢民眾 廟方就會派車運送到李辦公室 請里長們協助發送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